哇塞 小男孩 很乖很乖很乖 有身上有点毛 如果吹了一下 但是还是会有些毛 哎呦哎呦 哎呦 小冬腿 好可爱哦 太好看了 谢谢 他那个就是 身上还会有些毛 没事没事 我要洗个车 我给他穿的尿不吸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只狗狗 就是我之前剪韩式蘑菇头的那只狗狗 今天主人来呢 是想换一个造型 他想要头圆一点 然后同时呢 把耳朵露出来 脸上剪干净 那我结合着这只狗自身的一个条件啊 觉得他比较适合 某种人家一个不老头的造型 那讲完以后啊 主人也是非常的喜欢啊 那期的视频比较长啊 我从开行到经修 把每一个部位的细节都有一些设计 也希望这些视频呢 最兄弟们有所帮助啊 那首先从剪毛开始 我用的是一个4F的一个刀头啊 大概的毛长度呢 是9.6号米 也是我的主持人经常应用的这场 那我们从经济谷开始 把背上的毛巾都掉 可以看一下我大腿部分的毛巾都非常低啊 包括他的大腿内侧啊 我们都可以用推这个的推量 但是他坐骨尖端的部分 我把这些毛巾有所保留的 这个我后面会用剪刀再去给他修 这样缩减的屁股不剪去啊 也会看起来比较翘啊 那到前侧部分呢 我们把他前腿的高度啊 保留到左肩关节上面两指到三指的位置 那这个也就是为了做喇叭腿的一个衔接啊 也会让整个前腿看起来更长一些 那他的身体的部分啊 我们都会剔干净 尤其是他的椰窝的部分 这里虽然容易打结的啊 我们都给你剔掉 全身呢 对你大腿也照顾一下 那整个狗剔完呢 大家看一下 前面后面的一个效果啊 开始休闲的第一步啊 休闲的较远 把他的毛全都往下锁 然后休闲突然又平静 抓的部分啊 我是抓住他的手关系 我看他肯定会崩得比较直 虽然他的身体平常 我们用大腿内侧给他推掉了 但是我们还从剪刀 在这边再修起一下啊 然后现在他的胸剪出来 那我们要修剪这个喇叭腿啊 他是上小下大的 所以我们整个腿的上半部分啊 我们都要给他剪短 然后再下半部分 也就是整个体高度的下三分之一处啊 给他留个最宽的一点 然后上面的毛全部剪短 逐渐的向下放 然后到脚原分分的时候 再去把自己抱怨 那腿跟身体的连接啊 一定要做好 我们有短到长的这个过渡的过程 一定要过渡的自然性 那整个腿的上半部分啊 我们都要这个剪短 然后做出一个向外拖的一个性能 那下半部分 跟脚原的连接这里 我们要进行饱满多的修剪啊 一定要把你的脚原剪装了 很多人去剪这个喇叭腿的时候啊 特别容易把底下剪尖 剪尖了以后呢 是比较重要的 在点后面线条的时候 我们要看到一个点就是 它与前面线条的一个关系 也就是说弧线是有对称的 它前面的弧度跟后面的弧度 要保持一定的对称性 那这样整个整个腿看起来的协调性 它是比较自然的 那第二遍在竞秀的时候 我们主要就是调整 就调整第一遍钢前 穿那个形状哪里有不太对称啊 或者哪里有弧度不太好的地方 就是说我们形成威力的调整 还有就是整体形状的一个饱满多啊 我们给它进行调整一下 也就是说稍微的修得细一点啊 这个时候剪刀的开合一定要小 剪刀不能大开合 身体部分啊 虽然腿都会过劳 我们把这种剪刀 去把这个线条更加加弹药一下 那剪下面就一定要注意到它的载痛啊 那它的后腿在肩膀和口罩前的时候啊 也是遵循这个原则 上面小一点 下面大一点 那同时呢 还要跟前腿的一个凸鞋进行搭配啊 可能说前腿很细 后腿留得很大 或者前腿留得很大 后腿留得很细 这种是不可以的 那在修剪这种橙无装的时候啊 我更多的是以这种包园的方式去修剪啊 那这样修剪呢 因为这个速度快 第二个呢 就是说很方便 很省事啊 把这个你写上的线条和包包 都直接可以修剪 那在修剪屁股这一块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根据尾根的高度去修剪啊 那尾根越低的狗狗呢 我们更应该去改善它尾根的那一个高度 和位置 那在修剪内侧的时候 很多东西不好下刀啊 我们把它另外一条腿抬起来啊 然后把它内侧剪干净 那用这个姿势修剪啊 可以把这个位置看得清清楚楚的 很多东西去修剪毛的时候呢 其实不是剪不掉啊 而是看不到 那它看到了一定会剪得到的 然后呢 我们把它尾根和身体部分的连接这里啊 修剪单击可以整齐 那也可以不去给它一件凌器啊 用手剪把它尾根捡出来就怎么样了 那接下来我换了一把自然剪来修剪它整个身体的部分啊 那自然剪在修剪短毛的表现 然后我觉得还是非常好 以及做这些连接部分的一个处理啊 它能够修剪比较自然 不会像直剪修剪出来那样的生硬 然后虽然叫所有剪过的部分 我们用这个剪刀全体的左部件 整个身材会看得更加的自然啊 更加自然啊 尤其是处理这个面一面的连接的部分啊 我们一定要注意包圆的角度 如果包的太多呢就会失去